他没有发现 他在看池雅的时候 苏承岩也看到了他 刚摆脱池雅的纠缠 想要过来找他 就发现人已经不见了 承岩哥哥 你又怎么了 池雅跟甩不掉的八爪鱼一样 又碾了上来 苏承岩猝了一下眉头 心不在焉 没怎么 恩恩怎么会在这里 他不是坐上了去市中心的公交车了吗 人呢 一眨眼怎么就不见了呢 池雅见他从头到尾 都没有正眼看自己一眼 委屈地咬紧了下唇 放在两侧的手 狠狠地握成了拳头 拼命压下酸涩之后 挤出了一个笑脸来 承岩哥哥 我们进去吧 我朋友他们都打电话催我们了 嗯 苏承岩实在想不到 持恩恩来钱贵做什么 碍于之前父母的叮嘱 耐着性子走在了池雅的身边 池雅唧唧喳喳地开始讲他朋友的趣事 一边领着苏承岩往里面走 找了一大圈 持恩恩总算是找到了3033 刚到包厢门口 就听到里面嘈杂地唱歌聊天的声音 他隐隐约约觉得不对劲 可对林美琪的担心还是大过了不安 他抬起手敲响了包厢门 第三下的时候 门打开了 一个流里流气的男人拉开了门 浑身酒气地吼 谁呀 吵死了 当看到持恩恩 他眼睛一亮 伸手抓住了持恩恩的手腕 猥琐一笑 妞 长得倒是挺水灵的呀 刚刚是你在敲哥哥的门 放手 好不容易抓到了一只小白兔 男人怎么可能放手 一把把他拽了进来 别去 你都敲门了 就进来玩玩呗 持恩恩猝不及防地 被他拖进了包厢 一进去 他才发现里面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这里没有什么高利贷讨债 也没有什么打打杀杀 一百多瓶的大包厢里面 坐了十多个男女 女的穿着全是清一色的暴露 陪在男人的身边娇笑地久 茶几上除了摆满了酒之外 还摆放着一盘白色的粉末状的东西 持恩恩脸色骤然一白 他就是再傻也猜得到 那一盘白色的粉末状东西是什么 他拔腿就要往外走 但抓住他的男人 怎么可能放他走 身子一挺 拦在了门前 不怀好意地伸出手 摸了一把持恩恩的脸 哟 小妹妹 刚来你就想上哪儿去啊 持恩恩恨不得宰了他那一只手 可人在屋檐下 他也知道这种情况 硬来是没有用的 双拳还难敌四手呢 何况这里面有十多号人 他躲开男人毛手毛脚的手 摇紧下唇说 不好意思 我走错了地方 走错了 刚刚可是你敲的哥哥的门 对不起 我没有注意到房间号 这里不是3034吗 他决定装傻到底 这 3034 男人耻笑一声 饶有兴趣地打量起他 冒了一句 妹妹 你确定 要找的是3034 我朋友跟我说的就是3034 这里不是吗 包厢里的其他人 被他们这边的动静给吸引了过来 其中一个278岁 眼睛浮肿的男人 推开了身边的美女 饶有兴趣地问 黄宇 你在闹腾什么呢 被叫做黄宇的男人 松开了赤恩恩的手 轻浮地说 王少 这不是抓了一只小狐狸了吗 小狐狸还在跟我装傻充愣呢 狐狸 什么狐狸 王丰来了兴趣 起身走了过来 黄宇让开了路 笑着说 就是池雅介绍来的那个妞 我给了她小姨二十万 她小姨把她给骗来了 她在这儿跟我说 走错了房间 不是来3033 是要去3034 要不是之前看了照片 我都要被她给骗了 池雅介绍的妞 什么意思 池安安正在愣神 就看到刚才说话的男人 走到了她的面前 上下打亮了她几眼 长得不错呀 长腿大胸的美女玩多了 偶尔玩玩这一块 也不错 说着 她就伸出了手 往池恩恩的身上摸去 池恩恩一个闪躲 拍开了她的手 白着脸说道 你们认错人了 放我出去 王丰手背被她打得通红 脸色骤然阴沉下来 小妞 给脸不要脸是不是 我告诉你 除非今天你把小爷赔高兴了 否则 别想走出这个门 她话音刚落 两个醉醺醺的男人 已经挡在了门前 池恩恩沉下脸 拧紧了唇半 立声说 放我出去 不然我要报警了 报警 哈哈哈哈 你们听到了吗 小美人说她要报警了 我好怕怕哟 我也是 吓得屁股尿流的 王上 你可要让王市长保护我们 我们不想坐牢啊 哈哈哈哈 包厢里一阵哄笑 原来 这群人的背景这么大 怪不得不怕警察 池恩恩唇半上的血色 请客间退得干干净净 就在这时 王峰再一次朝着她伸出了手 已根据 我 带 darf 我 这 我们 将 道